寒江家庙不如饶雪之面 依然是秀美亭立 百年历史建筑 在自家潮州人的立顶支持下 因护身得法 得到了离合国文化遗产的清典流明 这一座目前在马来西亚保留的最好 最完整的潮州式建筑 有许多值得大家观赏的地方 这三基地是由两个部分组成 就是前面是有一个门楼 也是三开间的一个门楼 进了之后是一个困阔的一个中层 然后过了中层之后 就是由一个一组 就是前殿跟后殿 加上两栏组成的一个 一个相点合院的 叫做超级化 叫做四点镜的一个建筑化 这超级化叫做四点镜 其实江湾那边人家说 什么四合院 这是一个维合起来到中间的天气 从入门两幅四镜的白墙 到三镜式建筑的内观 盘江家庙别具风格 因缘向未处于广东偏凉的地带 它的建筑 多选用冷湿系的青砖 花钢石 深棕色的有木档 融合了客家的色调组合 然后潮州建筑的一个巨大风格 就是我们从内面开始 内面是不开窗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两株白墙 而且我也常常跟他讲 这两株白墙你不要动 因为它必须是两株白墙 那为什么是内面不开窗呢 因为潮州人相信这样 我们进来之后就有天井 天井就是类似一个葫芦 然后当你内面没有开窗的时候 那个财气就进来 进入葫芦 那个葫芦瘦了 如果你一开窗就泄气了 中华的风水文化和吉祥象征物 在寒江江要处处闪现 现实了老祖宗之信仰西索 在后天天井那边往上看 屋顶上建了个很特别的小带田 由一堆龙形成的小小屋脊 朝向中间一闪鱼门 叫做双龙朝鱼门 这个鱼门 如果你看前面跟后面 就是两个不同的 它的一个横式 前面是三字的鱼 所以就表示鱼翼要龙了 这鱼翼要龙了 就是变成龙了 就是身价买杯 这个鱼翼他们的后代 可以考上那个金邦课高中 这个鱼翼 它的那个身份就不一样 那它背后如果跑到后面 它进来是一个是一个弥勒佛 它用了这个弯盘 它变着盘子 融为它的大的肚子 然后锁着一个小火 这是相当有趣的 这个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我们来看屋底下的沿途风光 在这些梁柱之间 采用了大量的回纹载 或薄骨载 这些回纹 打破了垂直的水平 把力量均纷 取绵绵不绝之意 美观之远 也稳固耐用 它的屋底 层层跌跌 沙是好看 如果说以物极的形式来说 它是云比 通常云比不见的 还要细致 我们看草的会观 它的那个墙头 就是三墙的那个墙头 它的线条很多 我认为它甚至有点像那个面线这样 一条一条 很细腻的线条 然后在上面就有那些装饰 那个装饰 我们常说的那个简言 在潮州其实是通常把它称为嵌词 这嵌词是比较稳一点的说法 潮州话其实有一个话叫做 Gap Jiao 这是一个图画 就是我们说的嵌词的简言 这个是潮州的坚持 而且是相当处理的 简年用手工把神话和历史故事 一一立体化 让他们在国际上生动的眼线 这些手工木雕 桃花大度 抠成绩 无一不包含着心思寓意 貌似外国人的台阳雕像 在这里再次出现十分的有趣 后世的库墓地下 是夜城门翔首发挥 寓教娱乐的地方 在潮州话里面 他们是叫做雕脚 雕杆 就是在两根柱的 鱼角的一个构建 它是有起了一个稳定的作用 就是在这个山脚的地方 它放了一个结构的元素 然后它是吃到这个 这个鱼角可以比较容易 跨宫经济威武的祖日营神 守护着前程一片宿静之地 两棵紫微术在庞次里 对应着玄天上帝的紫微宫 走进寒江江庙的祠堂内 还可发现多幅十余层高的 厚正和善 景显妙内的典雅气质 礼门 义鲁和子孙两 载载传递着 鲁家的思想 梁上还刻画着和图 若夫 提醒老祖宗的来历 切记银匪思远 圣宗追远 不要义 中华民国出盟之时 社会改革的风气极盛 许多宗祠家庙都设立了学校来给予后代 韩江家庙在1919年 创办了自己的小学 因族制有教无类 收学生不分单位 于是以代表潮州人的母亲和寒江为名 同时宣章 喊玉在潮州 无私以爱的精神 从师傅 发展至小学 中学 学院 百年复人 五分总共七日 是一大创制 祭祖和寒江家庙围练在一起的建筑 就是早期寒江取校的校舍 如今一个甲子年过去 寒江小学也快一百岁了 1950年殿级的寒江中学 微微而立这位创校的新鞋 实业慈善家林玲灯 他与布与文行之校学 铿锵有力地在学子们的耳迹回旋 文是学问 行是平行 寒江将要缔造了 寒江病理的第一 人人都为寒江筹缓 尊敌 追踪不少 他的功德善行 身体力行 是寒江精神的 现代传承演示 所以 人人在那个奠基地上 他就 他就讲了一句 很与人深长的话 那么 班学 陪后进 班学将来陪养后进 数人 万万年 所以 我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 教育不只是 千年 是万年的千足大力 所以 数人万万 当然是我们所夸大 但是我想 这个 毛泽东说 一晚年太久 执政潮信 人家也会这样子 说那无所谓 所以我觉得 林郑的投资很好 就说 他说 这样子我们开始 见晓了 这样他就定下 他说 7月15号 他将永远是 寒江中间的消息 风雨不改 这种天机里的那一天 就是寒江的消息日 风雨中的 华江奋斗时 已然书写不信 寒江的校会 是一艘帆船 想着新辈的 半学精神 必须实时 违心前进 三校董事会 已然担起了 这项使命 是我们身为领导者 时时刻刻 都要在这个时候 注意着 不能够让这手船 任何的损坏 我们当然会遇到 大恐大 可是脱手 整队的领导 要很小心翼翼的 去面对出力 船节 就是力量 寒江家苗的真山之宝 固在富丽堂皇的外观上 它以蒙律的乡情 英识的互不互爱 坚守着把学校办好 让江亮富人的承诺 实现槟城 潮州人的集体心愿 我在潮州会 这个碑门上 用了四句话 十六个字 来勉励 整体 潮州人 以及我们的潮州 子弟 我说的是 神奇主 发分图强 同心同意地 再创碑 寒江家苗的修复工作 全由潮州人 自己一手包办 每一番情 也都来自 潮州人的捐献 一项修复工程 让大家看到 乡亲闯洁的心怀 共事的程度 这无非是他们另一项 独家的文化移成 因为我们 要拿到 这个人生国的 那个 这个奖项 也不简单 所以我们有这种 这种 是一个容易来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存下去 所以让我们的潮州人 以后的 年轻一代的 去 发展的 希望他们 又做得更好 更会往的成就 所以我们潮州人 也是 一个光荣 你们身为 未来的这样 接班人 你们一定要 免惹 前辈人 但 创业的 创业的 辛苦 还有要 保护 保护 我们产业的困难 所以你们 不但一定要保护 还要发扬光大 一级国界 需要一级的专业 修复概念和知识 清人亭 和寒江家妙 两座 优惠 南来 华人 信仰 和族性的 历史 进驻 如果不幸 修坏了 在华丽 新领的 装饰 都不比一块 保护 人们岁月的 老专专 做对比做好 是更高的要求 马六甲 清人亭 和槟城 盘江家妙 明知着 人们的 集体心理投射 强调 传承之必要 修复的 不只是一个实体 更是一种 精神召唤 换回民族意识里 该有的 政治经历 无惧挑战的豪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